最喜歡夜市這邊 台中的美食 10公里免費 公車吧 因為公車還滿方便的 很多好吃的 一中街逢甲 而且很多夜市都好吃的 老台中的場景 日治時代跟現代交甲的感覺 天氣很好 夜景吧 美食吧 台中對於年輕人的環境 是相對是友善的 對清創是相當OK 它的租金相對便宜 氣候吧 去玩的地方還滿多的 公車 步調不會太快 但也不會太慢 對我來講最好就是 慢然後鬆 晚上好像沒那麼安全 路名太亂了 路名 一整條路接下來可以接五六個路名 我覺得其實騎車都滿那個的 滿快亂磚的 道路都坑坑通通天天常塞車 常塞車 常塞車 那國家格局出來之前 旁邊先長出來是滿滿的房子 你一個都市規劃 像一個國家結建設 旁邊的天際線 那些美感都沒有 真的就是馬路而已啦 公車它時間很不正 空氣交通 有時候滿亂的 大眾交通吧 就是可能 譬如說要去比較外圍的 什麼豐原啊 或什麼其他地方 會比較不方便 文化的面向上 感覺沒有那麼 其他區域的 會那麼緊密 快速到處下來的時候 每個路 每個路口在尖峰時段 那時候都很塞 都可以塞到 往前推大概一公里左右 環境衛生 對我覺得可以更好一點 環境衛生 可以多一點管制啊 規範之類的 台灣大道什麼時候 可以不要再塞了 停車格的那種 就數量 就是希望可以再多增設一點 對 不然就是對很多 開車的人會很不方便 在舉辦國際賽事的時候 我們拿自己的 台灣的旗幟 為選手加油 會不會 會不會遭受到打壓 會不會被排出場 會不會被 把旗幟沒收 折斷丟到垃圾桶 其實真的 希望希望 因為 跟彰化比起來 彰化雖然也有工業區啦 可是跟台東比起來的話 彰化空氣還比台東好 所以就是說 排放是一定會排放啦 要怎麼管制那個排放 而不是去抓 那種什麼 機車的 或者是一些 小的移動排屋 那種固定的大排屋 然後去 其實也要去管一下 漫畫博物館的計畫 說政權 執政黨又更替以後 會不會又 導致中斷 或者是更改 然後又輪為 下一座文字館 或者是選舉 選舉的噱頭 捷運 捷運到底 什麼時候會統徹 然後 希望捷運可以把它 延伸到角區 因為它在市中心 其實是讓 市中心的 就像文心路嘛 那個 苗路變得更塞 然後捷運工程又堵住 所以如果是往郊區 會平衡郊區 跟市中心的發展 這樣會對 台中市比較有幫助 我是這麼認為啦 不然你看 像我們從這裡去郊區 搭公車要轉車 不然就好幾個小時 那根本沒有什麼用啊 文化政策的面向上 它希望把大台中 要往什麼地方帶領 就是很多年輕人在台中念書 然後念完之後 就會直接帶在台中 那他們有沒有就是 可能針對這些年輕人 可能提供他們一些 創業的資金啊 之類的 對 除了政府自己本身的清創之外 對